好,我现在讲timber as envelope,他的main idea是把音色视作一个harmonic envelope。 我这个project的goal是做timber transfer,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个application,就是我有一个麦克风收集人声一个键盘,收集pitch information,然后我可以把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做一个one person a cappella line, 就是做出来像人唱的一样是个意思。 对,你可以分一个和弦,但是这个和弦是用你的嘴上音色以及歌词进行合成,然后他的原理,一张图来说就是这张图,这是frequency domain,我的任何的一个单音,一个monophonic的音,他都会形成一系列泛波,一系列泛音,然后这泛音在泛音的间会构成一个轮廓, 它构成了你音色的voice component,然后它底下又会有一个噪音成分,然后这噪音成分会构成你的nvoice component,所以描述一个音色只需要这条绿色线和这条红色线,一个天花板的轮廓,一个地板的轮廓,就可以描述一个声音的音色。 这是我的假设,然后relate work有个bocoder,这个你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是合成,就是就是那个合成那个同期的话。 他说蛮用来encode人声的,然后他也做了一定的disentangle。 OK,然后这是一个,这是一个baseline的disentangle的方法,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pitch, loudness,timber,是三样东西,都是互相独立的。 然后timber分顺时timber和temporaltimber,就是顺时timber和延时timber。 顺时timber指的是拿一个瞬间就存在的timber信息,比如说唱腔,或者原音,比如说啊,一,这两段,你抽一个incentaneous time,你就知道它的timber不一样。 歌词的话,它就是temporaltimber。 我说la和fa,它可能啊的部分是一样的,但是它从时间段上讲它的timber不一样。 对,然后你是谁,这部分的音色也是一个介于顺时和temporal之间的,因为它包含着你的语气语调,以及一些顺时的你的共鸣的因素。 对。 那么这么来看的话,我的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pitch给shift掉,然后把其他两个给keep住。 对,对。 然后今天我们只用rubase的方法。 那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呃,肯定会做得更好,但是今天不讲这个。 有一个呢,先讲naive technique,就是最basedline,最basedline,就是直接reexample。 就是literally我把这个音频在实域上进行压缩和伸张,用这个方法来做,那结果会是这样。 is that you? 能听见吗? 能听见。 is that you? 这提了个8度,然后它,对对对。 就不像人说话了。 然后你从频率上看,它其实就是把整个频率波形,在横轴上进行了一个拉伸的操作。 然后它就会失去一些信息。 我们看它保留了什么,没有保留什么。 它保留的是dm个泛音的强度的比例。 这边是强强强弱强弱,这边也是强强强弱强弱。 它没保留什么,没保留的是在特定频率范围内的一个强度变化。 原来是零,我看横轴零到15这边是强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弱的,然后20前面有个强。 迁移之后它没有这个信息。 ok,所以naive technique是保留了dm个泛音之间的力量关系。 它没有保留频率区间的一个力量的profile。 然后这时候,我要先停一下screen share,你看我这个视频。 你看我这个画面。 我这里手机上有个app是一个能够识别频谱的。 通过麦克风识别频谱的应用。 它看上去是这个样子。 哦,就像那个equalizer,是吗? 对,然后它这个横轴就是频率。 然后我现在可以唱歌。 哦,音量上升的时候才往右移。 同时你可以看见我人声的反应。 现在我,我现在音色不变,变音高。 啊,我要你观察的是什么? 就是好像它的整体形状是不变的。 对,对,对。 好像是一系列半音在过一个隧道一样。 对,对,对。 隧道的轮廓不变。 啊,好。 通过这个观察。 就形成了我们的假设。 就是说,音色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泛音之间的力量关系。 不是第N个泛音之间的力量关系。 而是在绝对的频率区间的一个力量比例。 。 It seems that the harmonics contour is steady. by harmonics contour, I mean the contour that the peaks of the harmonics shape. the peaks form the contour. 所以说好像harmonic contour是和pitch independent。 我在变化我的音高的时候,contour stays the same。 同时,the harmonics contour is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people and different balls. 你可以试试。 你唱R,E,O,U,U,你看这个频谱,这个harmonic contour会变。 不同的人唱同一个R,harmonic contour会变。 OK,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个观察。 也就是说,其实pitch就是F0,然后音色就是harmonic contour,我们可能可以这么假设。 OK,如果这么假设的话,又会有些其他的小问题。 这是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loudness现在不和音色独立了。 本来我们认为响度和音色是两件事情,但现在响度变成了音色的一部分。 因为你的contour定下来之后,你的overall能量也定下来了。 对,对,对。 to define a no loudness harmony control,you need a normalizing scheme,it's unclear how to normalize。 你可以,你可以用overall energy,说我现在normalize,说overall energy等于1的时候,我认为它是一个1,然后我用它来做一个音量的基准。 但是它听上去就不对,它不符合心理升学。 你也可以用F0的强度,但它也不符合心理升学。 我的结论是看到一个harmonic contour,你无法记得到Timber,又知道loudness,你只能听到,你只能知道Timber 或者家老哪是一个混在一起的一个表证。 你上那个什么Gas,喜欢说的那个侧不准。 对,它是它是无法不可分的,你有问题可以问啊,就是可以问。 然后我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说to synthesize,multiply pulse train with the harmonic contour. pulse train你知道什么吗?也就是我现在红色展示,pulse train是在频率上一个线性分布的impulse train,pulse train。 然后这个pulse train对应的信息是F0,你知道的F0就可以生成一个pulse train。 我把这个pulse train乘上这个天花板,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有形状的pulse train。 那这已经不是pulse train,它其实是一个因性的采草的过程。 换句话说,我是把这个蓝色的天花板乘上了这个红色的pulse train。 其实红色已经是成完了之后,就是原来pulse train应该都是1的,ok。 然后它是成法1,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multiply synthesis,但其实就是active synthesis。 然后你也可以,我还叫它偷梁换柱。 梁是顶上这个横梁,柱是底下这个柱。 我的梁是从我的音色里借的,叫偷梁换柱。 然后就是有一个designquestion。 这个我今天先不说。 然后就是how to extract它们的工作,我怎么把这个蓝色调板提出来呢? 第一步用in to extract f0,in是一个提f0的算法。 对,我听说了。 ok,然后get the energy on fn,我把第n个分音的local energy算出来。 然后用linear interpolation,把这个harmonic control抽出来。 也就是说我先把背景这个本来的这个天蓝色的音频信号,我找到它的f0在这。 然后有了f0我就知道所有的fn,我就知道所有的翻译在哪儿。 然后我看每一个翻译多强,把它的顶点拿出来。 顶点拿出来之后,我用直线把它连起来,用linear interpolation。 这个连完的东西,我把它当过是harmonic envelope。 ok,I try second order and log linear,然后其实没什么区别。 所以,于是我就用了直接的single first order linear。 有个细节,如果你做DSP的话,可能会更加感兴趣一些。 就是具体怎么把dm的翻译的能量提出来。 这里有个定理,就是有些spectral leakage,它会把一个频率上的信号, 会泄露到相邻的一些frequency并。 有两个solution。 其实更好的是用第二个solution,就是你先用fast to retransform。 当然你之前要加个handling window,分和离解是太强了。 然后再用squared energy of nearby frequency并。 你把,你比如说你要看,你要看的是这个,第四x点三的时候的一个。 能量,你就把二三四,甚至是一二三四五,这五个bin。 能量的平方加和就可以了,这个量比较稳。 有什么定理的,但是我忘了它的名字。 OK,我最后用了three beans under the template and jig,pitch and jig。 这样可以比较准确的提到它的能量的方法。 OK,然后就可以做它对比了。 现在我用reexample的方法和我刚刚说的方法, 进行一个pitch transfer,original。 Is that you? reconstruct,就是我用我的方法,是可以做个reconstruction, 就是我pitch不变,我把pitch提出来,pitch提出来, 然后再把这两个拼在一起,用multiplicate synthesis的方法来把它回来。 Is that you? 再比较一下。 Is that you? Is that you? 会损失一些辅音,然后会有一些art effect,噪音什么的。 对对对对,这个之后可以讲。 然后,然后看加两个semitone,就是reexample。 Is that you? 听方法。 Is that you? 加五semitone。 Is that you? Is that you? 加七semitone。 Is that you? Is that you? Is that you? 加一个octave。 Is that you? Is that you? 这个就像,就是他听清楚的部分,像是就是没有识,就是不像是那种,就是之前。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 Is that you? Is that you? 他还原的清楚的那部分还是比较短。 对对。 然后art effect是怎么形成,我可以简单提一下,因为我忘了后面有没有讲。 就是我有monotonic assumption。 我必须假设,我必须假设它是无时无刻都有个F0,然后我用它这个F0为假设,认为你有一个反应率。 导致,我在发辅音的时候,或者我不说话是没有F0,他还是会提一个F0。 对对对对对。 然后会形成一些RF,这个几里挂拉的这些噪音就会出现,都是在我没有非常的monofonic的时候会出现这些噪音。 是在辅音的地方会出现噪音,可以听一下。 Is that you? 真的在语常原音的时候,其实噪音。 对,好,我先读一下P2的噪音。 OK。 OK,然后刚才说的是the voice component, 还有the end voice component。 我觉得这个是thanks to me who's considered this review。 这点是well known的,就是一个speech signal,它是由一个voice component,一个n voice component进行加和。 the voice component什么意思,指的是有F0的,有F0并且有发音的这个成分。 n voice就是n pitch component,它通常是一个噪音。 对对对。 比如说我说话是有呼吸声,我的辅音都它都是噪音。 它不是一个有harmonics的成分。 previously audio page was classified into, each audio page was classified into either voiced or unvoiced. now that you also view each page as a sum of two components。 然后这个也是previous work。 这个配置是一段就是一个,一小段。 一小段,对,比如说1000个example。 OK,n voice component model。 就怎么建模这个n voice component。 我们可以把它讲成是一个white node,全以一个n voice component。 white node它的frequency power是横的嘛。 对对对对。 我给它乘上一个另一个envelope,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有形状的噪音。 我用它来建模n voice component。 it's basically filter quinoid,或者叫color nodes。 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做辅音,它可以做气流音,它可以做bbox。 因为有辅音就可以有bbox音。 然后接下来的不重要。 好,所以说我们先看整个方法。 现在是加上了voice component,加上n voice component。 original spectrum指的是我输入的音频。 我会有一个voice component,有一个nmode component。 它是加合的。 我第一步remove harmonics,这是怎么做的。 我是先estimate一个f音,然后知道它每个翻音在哪。 然后我把每一个翻音位置的能量全部删掉。 我相当于是把它的山谷全部给拔掉,把它给变平。 注意这两张图的横轴不一样。 强调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变平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要把左边东西过来。 不过这个只是小的technic。 变平了之后,就是original n voice component。 你就提到了原始音频的一个n voice component。 这东西你可以直接放出来听。 放出来听的结果就是你可以把说话变成说调调话。 你会只剩下n voice component。 你再把这个做low pop,你就得到了n voice control。 因为我想要的是它的一个整体形状。 因为它是噪音啊,所以说它中间会有很多的奇趣的成分。 我把这奇趣的成分用low pass filter给去掉。 我得到了一个n voice control。 我这个n voice control在乘上一个我随机sample 它的complex white noise frequency domain。 我就相当于是since才出来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新的n voice noise。 这个看上左边和右边就是要看上去相似, 然后听上去也相似,那我就成功了。 我刚说错了。 这张图其实不是说voice envoy都有, 这张图只是在说我怎么recent that invoice component。 这个是用文字重新描述一下刚才图片你说的,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你会extract the n voice control, remove all bins near the fms, replace them with the neighboring bin, low pass, I get the n voice control. 第二步, make some noise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example, gaussian distributed complex numbers array. apply the filter control, 就是apply这个filter到这个complex noise array上, 然后再做iFFT, okay, you have the time domain new noise, which is, which has the same profile as the original noise. 好, 有些miscellaneous其实挺重要的。 why not just take the original spectrum with harmonics remove, 我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它, 而是要recent that一个, 我为什么不直接用它, 来做我的一个noise. this will leave some pitch component in the audio, 对比一下。 这里右边这个就是直接拿, 左边就是recent that.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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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你需要recent that. OK,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件事情是interpret magnitude by cross page class.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我之前以为, 因为是noise, noise的每一个time frame 都是随机的一个值嘛, 所以说可能会有clacking, 你在把两端东西concat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是noise的话, 应该就可以随便搞。 当然知道我是错的, 如果你有一段比较弱的noise, 一段比较强的noise, 你直接把它concat, 他喇叭还是会clack一下, which is very interesting to know, 所以你还是要interpret magnitude, 你要在page之间把这个 magnitude给平滑一下, 这样才可以不要让喇叭去嘎嘎嘎嘎的。 好,呃, 这我在干嘛? I make frequencies with my mouth. Extracted voice. I make frequencies with my mouth. Extracted invoice. I make frequencies with my mouth. 你把这两间在一起得到reconstruction. I make frequencies with my mouth. 然后接下来这段鼻报。 I make frequencies with my mouth. 然后接下来这段鼻报。 I make 如果你只看voice的话, 就会就会崩掉。 所以recap一下, 我是把音频分成了pitch和timber,timber, 我直接摸顺势timber, 长时间timber我用一系列的顺势timber来表示, 顺势timber分成两个,voiz和envoiz, 然后voiz和envoiz, the timber我keep,然后pitch我shift, 我就得到了一个one person acapella machine。 后面是一些就是怎么去actually synthesize, 然后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可以看一眼,就是我可以把pitch和timber提出来之后, 我在pitch上乘以一个系数, 来改变它的pitch control。 原版是这样的。 我可以乘0,这样它就没有音调变化。 我可以乘0.5,我可以得到稍弱的语气。 我可以乘以2,我可以让我的语气更加强一些。 我还可以乘以2,我把pitch control倒过来。 按过来。 如果把它运用在乐器上。 voiced 暗键音 reconstruction ok 还可以看一个 有core的话就会爆 你可以想想想想想它怎么爆了 再看看 vio音 这里的压缩率其实很高 就是你听到的exacted voice 只有每一个frame的一个envelope的描述 以及一个flate 相当于是类似于只有31个flow point value 像是一个audio frame ok 再听一个trumpet吧 哦drum也可以了 drum 这里面其实有点bass 对对 因为drum区它的那个spec 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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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军管 其实都是有点像voice的那个那个spec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voice就只能听那些的 但是那些 装音部分它就完全是损失了 很不好意思 所以这一期主要靠N-Boys,你接上去看刷子可能反而不好 大家可以把贝斯拿进来 然后trumpet,trumpet就会有些问题 听出问题了吗,它音色里边有一些东西 就损失掉了,是那些granular的东西,trumpet的那些 并不是特别纯净的声音 对吧,它就是它能一方面它是有那个art effect 就是它没有art effect的地方,它听起来这个感觉就是太clean 就跟那个对太光滑了没错,that's exactly it